当你能够认奋安分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成功将会不远 其实成立太乙堂的目的最主要是传承 因为成立太乙堂最重要就是说 能够把这一门学问好的一面 呈现给所有需要的人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不是只为了赚钱 是希望让所有的人去学习 去得到这一门学问的好处 在这里我们蛮着重心灵的一个层面 这是我在这个工作 我对这个工作投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跟信心 赚钱它是一个历程 但是快乐跟幸福很重要 一句话就可以帮助一个人 或者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可以透过学习这个八字秘密 来了解自己探索我们自己 只有投资经营自己呢 那你的人生才会更美好 人往往会失败是因为不肯寻求方向而改变 若要成功就要创造自己的价值 逃着自己的目标而前进 知命而逸命 希望能够提升整个武术界的一个层次 让更多人对五世界呢 有更多的肯定以了解 其实我们的公司是从教育起家的 其实我在外面看过有太多的命理行业 大部分都是在推销行销上面而已 很少在针对于就是教育上面而有着重 那我们公司呢主要就是要有两大块 一种就是八字的教学 一第二种就是学行的洋宅的部分 因为买房嘛 那当然我会希望说我们在房产洋宅的部分上面 能够做到买卖房产 格局规划 然后一直到顺利住进去 到家屋的过程当中 一条龙的一种服务 好 这个是外面所没有的一种方式 好 我想说要把它整个集合起来 好 那这个是在于我们洋宅 房产上面的一个规划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八字教育上面 我们目前现在IPLAC 国际证教合作的一个协会 好 我们就把它引进来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统一 我们无数八字的学历 好 那引进来我们成为业界第一个 有引进八字国际证教的机构 那我未来打算就是说 藉由上课 好 再从八字初期班 一直到我们的研究部 再到我们的经济班 经由这样的一个教育路程呢 我们再引进到我们的国际证教里面 那他们能够在国际证教上面 拿到他们的荣耀 再来就是说 未来有可能跟我们泰坦合作 然后他能够去职业 好 那个这个都是我在针对八字教育上面 所要达成的目标 对 我们真正跟外面最大的不同 在于我们是贴近你的心里面 跟你的生活面 然后来跟你做个论书 所以我们不叫算命 其实我们叫论命 论是在论什么 论你的原生家庭 论你的想法 论你的概念 然后我们再搭配我们八字的理念 来引导你 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好 我们讲说选择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选择嘛 所以其实在学八字这当中 让我学到了还蛮多东西的 也让我真正认知到说 原来一个人无助的时候是夺无助 那一个人可以从没有的时候 到有的时候 这中间过程 他是有经历过很多的心理的状态 还有挣扎 那其实这一路 我觉得这个是我生命当中 还蛮可贵的 我有点使命感 我希望说能够遇上太乙堂的人 能够越来越棒越来越好 systems 運用选择 全是世界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